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小屁孩当家 大战两个大盗的故事,小鬼当家 凯文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小男孩 一向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圣诞节时,家人准备去巴黎度假 凯文却因为闯祸被关在阁楼 稚气的凯文希望全家人都消失 结果,第二天爸妈为了赶飞机忘记了凯文 将他一个人留在了家里 凯文起来一看,一脸懵逼 他以为是自己想让家人消失的愿望实现了 开始尽情地享受着独居的生活 他尽情地玩着哥哥的玩具 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看枪战片 还在家里玩起了滑雪 但不晓得是最近附近发生了多起偷窃案 两个小偷就在当晚准备潜入凯文家 幸好凯文警觉地及时打开所有灯 小偷吓了一跳,赶紧开车逃跑 除此之外,凯文还很害怕家里的微波炉 他的想象里,微波炉是一个可怕的怪物 还有一个让他害怕的邻居 哥哥跟他说,这个邻居大叔曾经打死过人 只是警察没有证据,所以才没抓他 这边妈妈终于想起自己儿子被落在家里 他们中途下飞机报了警 妈妈决定自己坐飞机回去接凯文 但飞机航班却被延误了 无奈之下,只好搭顺风车回去 这边,凯文在白天出门买东西 遇见了那个让他害怕的邻居大叔 凯文害怕地跑回了家 回去的路上却差点被两个大道的车撞倒 凯文认出来其中的一个大道一路跑进了教堂里 这才没让两个大道追上 凯文跑回家做好应对准备 晚上,两个小偷再次去他家准备行窃 他用纸骗人再次骗过了两个大道 还聪明地用电视剧的声音和披萨小哥对话 成功点了一份外卖 但是经过这两天后 凯文开始想念家人了 第二天,凯文再次去到超市购物 回家后,他开始学会收拾家里 还彻底摆脱了对微波炉的恐惧 凯文总算是开始学会独立 但很不幸的是 凯文布置圣诞树时 被两个小偷撞见他独自在家 凯文听见 两个小偷密谋晚上九点要到他家 他去跟街上的圣诞老人许愿 他可以不要任何圣诞礼物 只要圣诞老人把他家人送回来就可以 回家路上 凯文看到别人家都合家欢乐 小屁孩开始有点想念家人了 他顺道去了教堂 在那里遇见了那个让他害怕的邻居大叔 邻居大叔主动跟凯文对话 他并不像凯文哥哥说的那么可怕 而且还为了听孙女唱歌专门跑来教堂 但他也像凯文一样和家人有矛盾 凯文为自己之前的无礼而道歉 随后他跑回去 决定要靠自己一己之力捍卫这个家 绝不能让两个小偷得逞 两个小偷果然准时来到他家 却被凯文用一根玩具枪爆头 凯文把家里所有的出口倒上汽油 小偷一脚踩上去就摔了个狗啃泥 凯文利用家里的一切工具 将两个小偷给整得暴惨 最后小偷还是闯进了他家 凯文用一只蜘蛛吸引了小偷的注意力 自己通过滑锁逃到树屋 但两个小偷通过滑锁去追他时 凯文一把将绳子剪断 但最后凯文还是被两个小偷捉住 关键时刻 邻居大叔拿着铁锹打晕了小偷 警察很快就来抓走了他们 凯文的家总算是被保住了 第二天妈妈终于回到了家 看见凯文把家里打理得紧紧有条 妈妈欣慰地笑了 很快一家人都回家了 大家又变得其乐融融 而凯文透过窗户 看见隔壁邻居大叔 也和家人团聚在一起 所以不论家人之间出现什么矛盾 都要学会去解决 因为家人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人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